之前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合作 过来早上开店面 但是每次到我那个女合作伙伴的时候 都是我女朋友过来开的店面 我就问她 我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来呀 她就特别委屈地跟我说 那个社友 她是那个家里头家境挺好的大小姐 早上起不来 就指使她过来替她开的店面 而且还说在寝室里 老是指使她打水呀 买饭啊 交作业什么的 对啊 那会儿她就是拿自己 他们俩介绍人的名义 然后每天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的 你还老对我说 说人家在宿舍里头 经常说我坏话 问我是不是跟她吵架了 后来呢 因为那个女生 她负责进货 在网上进货的时候 一不小心买错了一种食品 导致店里都亏了四千多块钱 然后因为我女朋友 老是当我们要说她 这不好那不好 对她印象也挺不好的 就因为又亏了四千多块钱 这一个月的利润啊 我就跟她吵了一架 然后我女朋友不知道 在她面前说了些什么 人家二话不说就走了 那是她自己走的 真的是她自己走的吗 那后来呢 后来那些女服务员呢 那是为什么 那个服务员 确实他们都不讲 为什么 有一个服务员 我就看着她 从那个厕所出来之后 都不洗手 但窜眼这一行 基本上都是讲究卫生的那种 你这做得很好啊 真的是这样的吗 还在这装可怜 那后来呢 后来那些服务员 多两年走了 我就请了一个我同学过来 结果她还是不满意人家 说她早上来的晚 晚上又走的又早 不爱干活什么的 我就寻思了 我们都是同学 以前一起合作过 不是这么懒惰的女孩 我就自己去找她问问 是怎么回事 结果根本就不是她说的那样的 是她跟人家说 让人家早上晚上的 没什么人 不用这么勤快 那因为我跟她聊天来着 她说她考研 特别忙 所以我才跟她说的 现在听出点 你是跟我这么说的吗 她怎么跟你说的 她怎么跟你说的 她就只跟我说了 人家早上晚上不来 不干活 那你现在店里 还有营业员吗 没有了 店都已经快 经营不下去了 而且我那女同学还说 我不在店的时候 你经常跟我那哥们 一起说说笑笑的 两个人在后厨一待 就一下午 你们俩到底在干些什么 那个都是一般朋友 一般朋友 因为这个店本来 就是剩你们俩了 然后我觉得 我应该对她好一点 她能帮到你 那为啥 头一天咱俩吵架 晚上吵她架 第二天早上 我一进店 那哥们劈头盖脸 就跟我说 让我对你好点 说你一个女孩 挺不容易的 吵完架之后 你就找她诉苦了 这是一般朋友吗 你还在这骗我你 我没有找她诉苦 那天你吵完架之后 你就走了 也不说话 我觉得你心情不好 然后后来打电话又不接 太短信也不回 那个男生比较了解她吗 然后我就去问她 谁知道她又去找你了 我就听得有点意思了 只要是女的合作伙伴 服务员就纷纷离开了 是这意思吗 对 都是她 如果从男的合作伙伴 都不满意 就能留下 是这意思吗 可是我有一点没想通啊 她图什么呀 她不是你女朋友 店的生意好 对她好的图什么呀 我没做明白啊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但是后来就是毕业了嘛 然后有一次通学聚会 我跟我那个女合作伙伴 遇到一起了 因为聚会 但是我就想着 我是男生嘛 毕竟事情都过去了 大家都是同学 就想着大家喝一杯 这事就这么算了 以后还是朋友 但是我一过去 她就对我冷言冷语的 还冷脸相向的 我就寻寻了 你凭啥对我这样啊 当时你在店里头 啥也不干 还老指使我女朋友干活 你最后走 也是因为你让店里 亏了四千多块钱 你自己走的 而且我女朋友 还挽留你了 我说你凭啥对我这样啊 我就心里活挺大的 就喝了点酒 跟她找她议论去了 结果她跟我说的 跟我女朋友跟我说的 完全就是两码事 人家说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我女朋友 当时就是挺喜欢我的 想在我面前多表现表现 才让她在那坐着 她和女朋友去干的活 而且人家那个女生 在宿舍里对她挺好的 大家做得也挺愉快的 并没有指使她干这干那的 也没有对她指高气扬 全都是因为我女朋友 当着我一面背着我一面 这样太可怕了 但那也是因为我爱你啊 我可能跟她说的 跟你说的不太一致 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呀 行吧 咱们把这事放一边 你们俩平常处得怎么样啊 一开始处得挺好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 她在店里头忙着忙着 看她特别勤奋 我也挺喜欢她的 所以才追着她 因为表现好 所以老板看向了服务员 可是你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了 你真的 我现在已经彻底的看清你了 她又还做了什么呢 还有那哥们嘛 处得本来挺好的 都是因为她老是在 跟我那哥们装可怜 装这装那的 现在哥们现在也处不下去了 你别听他们瞎说好不好 我什么都没做 我怎么就是听人家瞎说了呀 我就偷偷地看过你的手机 跟聊天记录 你跟我那哥们聊天 说话的口气 跟跟我说话的口气 都一模一样 那都一般朋友 跟别人聊天也重要 一般朋友你也对他撒娇装可怜的吗 我只不过就是可能有点自卑吧 然后我觉得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只想起我一个人了 他们能帮你 我也能帮你 为什么你就想不到我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好吗 你把我的同学 把我的哥们一个个都逼走了 现在就剩下你了 是只能你帮我了 但你能帮我什么 店开不下去了 对呀 可是你为什么呢 姑娘 我就特别爱她 我为了她 为了这个店付出那么多 我真的想让他们认可我 那她只能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你有没有做呀 但是我的出发点 一直都是因为爱她 就是她那个女伙伴吧 她就是在店里边 他们两个人 每天都亲亲密密的 我看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把 这个我理解 那那些服务员为什么走呢 服务员他们确实有点不靠谱 有的是不讲卫生 有的是大小姐脾气那种的 有一个我还看着她 往包里边塞东西来 我怕丢什么东西 我怕去掉手 真的是这样吗 怎么每个服务员 到你这都有问题啊 就没有一个合你心意的吗 不是 老板你不在店里啊 当时我要写毕业论文什么的 经常要在学校里头 等于她在看店 对 然后我一到店里头 她就跟我说 人家这个服务员那不好 我就 听说不好就开了吧 那真相是什么呢 前半那几个都走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那女同学 人家都是我同学的 都认识的 确实不是她说的那样 你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呢 就是因为 她现在的她认清以后 感觉就已经不是 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她 那你之前认识的她是什么呀 之前我觉得她特别善良 特别勤快的 那现在这个她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觉得她现在 当着我们的面 经常对我装可怜 这撒娇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假 你要是以后遇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 比我更帅的人 你是不是还会对她 也是这样撒娇装可怜的 没有 你到底是真的爱我呢 还是爱我的钱呢 没有 我就是爱她 姑娘你可没眼泪 姑娘你可真没眼泪 我这看得清 咱别哭了吧 你爱她吗 我爱她 不能没有她 爱门哭得出来了 送你一首诗 嘴不饶人 心地善 心不饶人 嘴上甜 心善之人敢直言 嘴甜之人藏迷奸 宁教一个抬杠的鬼 也不要一个嘴甜的贼 我们说我们很喜欢 一个有心的女人 却不喜欢一个 有心忌的女 虽然简简单单是一次之杀 但是意义却千差万别 有心的女人 处处留心为他人着想 有心忌的女人 事事用忌为自己牟利 曾几何时一些宫斗剧 现在是风靡市场 很多人喜欢看 那是封建体制之下的 一些残忍的现象 如果我不害你 你会害我 有些人是为了生存而自保 但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一个新社会里面 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就非要用点阴谋吗 有人危及到了你的生存吗 没有 事实证明在你刚才所说的 跟他的那些合作伙伴 以及那些朋友当中 有些人不光没有害你 他反而是帮了你 是你别有用心 把人家给踢走了 然后自己掠夺了别人的财富 我真不想用这些严重的字眼说你 但我很害怕 出入社会的你 在接下来的生活过程当中 不断地以自己的手段和示弱 乃至于狐狸的眼泪 来害别人 来为自己获取不该获得的利益 那样的话才是一步步的沦落 所以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哭 尤其不要哭给男人看 男人看起来也把眼泪给我抹掉 凭着自己的真实实力 是可以奋斗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 你看你又哭了 这种眼泪不值钱 如果你是因为奋斗了 结果遇上了不公平的竞争 或者因为困难 你失败了 你流眼泪 我觉得那磕磕珍贵 但现在是滴滴浪费 好吧 正儿八经的 靠自己 真诚地对待别人 做一个有心而善良的女人 祝你幸福 一开门 只能说这个男生想超越当年的我 还想挑战一下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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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以后别再那个了 好不好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是吧 能做到吗 我认为是什么 我一样